大家好是奥哥 假如你运气好的话 那真的是挡都挡不住 像我这个的话有一个粉丝 他是公司里面啊 开展活动 然后他们是抽奖 然后他刚好抽到一台这个全新的国航s28加256的一个白色 全新未拆封未激活的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正儿八经全新未拆封的 不是那种后风的 全新未拆封未激活的s256白色的 是今年三月份出场 然后这些是创号尾号的话是2667 然后手机的话我们去官网查了 看尾号是2667 然后创号输进去的话的是查询到是没有激活记录 这种的话就是跟苹果一样 就是未激活的意思 然后包括大家去不管在哪里买到了这个全新的 一定要去官网先查询他这个激活的时间 只要已经能查询到激活时间了 那你就买这个肯定就是后风已经激活的 只要你查询到的是没有激活记录 证明的话的这个手机就是没有激活的 我们现在的话看一下官网的一个价格 官网的话这个s2128的是3599 现在搞活动这个力度非常大 只要你最近刚好想买这个s22的 像18人可以直接去官网买 因为336都可以买到全新的了 那是256的话 我看的话他就应该是没有搞活动 差不多要4700 然后这台的话我们刚好是256的 然后这个粉丝寄给我 我跟他说了 这个手机我要卖出去 卖多少钱 我才跟他说 然后价格的话 然后觉得合适 他才卖 反正我一台的话 我就赚了这个是200块钱 现在的话我也还没给他结账 等卖掉了 我才给他结账 然后官网上面目前是4700 然后我们打算的话是4000卖 因为毕竟你这个东西 没有一点差价的话 我我干嘛不在官网直接买 干嘛要来你这里买 对吧 差价的话有700块钱 所以假如你最近的话 刚好打算想买这个s2226白色的 这个全新的 那也可以考虑一下 毕竟还是有一定的差价 好了 这期的话就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呢 我喜欢三一手机的话可以关注一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